你看这有个建筑啊 圆圆的啊 像一个大的 大的我觉得像汽车轮胎一样 那这是什么建筑啊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啊 所以出来啊 你会看到一些 他平时经常看到不一样的东西啊 觉得这就是出来的乐趣 当然我们这次出来不是旅游啊 但是也是一样嘛 那就去坐车嘛 你看这快到扫关了 你看这个 里面有些山啊 哎 长住了那些竹林 你看有些 还看不着啊 还看不着就进隧道了 你看外边那是 应该是竹林吧 据我所知啊 是扫关这边嘛 好像有个县是什么啊 就是整个的山上都动着竹子呀 那竹子现在也有很多人在把它作为一个产业来做啊 你知道吗 嗯 因为现在有这个 大家可能都听过一些双碳 双碳是吧 碳中和碳达芬是吧 嗯 嗯 这个竹子产业啊 这个竹子产业啊 现在也是就是双碳里边的就是一环吧 是吧 有人也在这方面 因为你像那个 嗯 做餐具是吧 就现在包括这个竹子好多的 历史我们说的碳汇 这个竹子可以这个吸就是吸收这个二氧碳嘛 如果说你这个竹林种的越多越好的话 他就可以可以靠这个挣钱嘛 还要有竹子 他可以做成这个呃餐具 他不像那个我们说的这个 那种塑料制品啊 他他有 哎 那这是什么 这是 哎 那还有人在干什么呀 哦 这是小船啊 你在干什么 是吧 看到吗 这是小船 接着说竹子啊 因为我看到好多的竹子啊 呃 一直可以增加碳汇 二来呢 他可以做成 哇 这个 火车和我们擦肩而过啊 那个做成这种一次性的餐具啊 他可以减少对这个环境的污染 嗯 所以也是一个就是竹子的用途吧 主要目前这个竹子就是这两瓶 因为竹子没有没有别的特别的 特别的这种呃 我们说的应用价值吧 你不像木材啦 什么这种 他可以做家具了 什么的竹子作用不大 所以好多年 呃 以来啊 这个竹子一直就是出于一种 就是无人 无人问津的状态吧 就他自然做成他生长 也没有人去照顾他 是吧 也没有人去想要怎么把这个竹子 做成一个大的产业 当然现在 呃 有人在住啊 但是是不是能做成 想要的那个样子啊 嗯 这个可能需要时间来检验吧 你看这边有好多的石头啊 这应该是做景观石的啊 嗯 因为刚才 哦 你看 你看 你看有好多的这种 这种石头是吧 因为刚才看到过一些啊 我觉得 他不是说就一家两家住啊 他会形成一个产业啊 所以 你拿起手机啊 他肯定作为很有啊 这都是做景观石的 要有山嘛 有山就有石头是吧 所以你看好多做这种 啊 景观石 后面就是山 这个石头好大啊 这么一整块的石头磨出来的 这块石头不知道卖多少钱啊 老提钱啊 好像有点儿熟是吧 但事实上就这么道理嘛 不知道他 他那个成本或者售价是多少 这个售价 我觉得更多还得依赖于成本 是吧 那你一块钱的成本 你卖一百块钱 一千块钱 这个有点难度啊 你要是一千块钱成本 你卖个 对吧 两千三千 这是有可能的 所以主要还得看他的成本 这都是做园林啊 这些石头在哪儿挖 在山上挖的嘛 然后用下来是吧 不太好用啊 这些石头也 这站应该是到韶关了 就是这样的石头 这波起来有点雨的 潮关越北地区 然后也有河沿 有个地方早点 山嘛 算一个山区的那样的城市 不是破百圈特别大的 潮关比较有名的旅游景点就是 丹霞山 丹霞山的 我为什么叫丹霞山 因为它那个山体 是红颜色的 主要是什么矿 或者什么样的石头 我就不太知道 因为丹霞山 二是南华禅寺 南华禅寺是一个六组 有种贵南的 叫什么酒亭是吧 就是它在那边就是传道说法的地方 非常有名的一个 一个寺院吧 南华禅寺 这两个地方一般是来 掃关达避道的地方 达避区的地方 这车那个 现在因为好像坐的火车人不多 觉得不多了 基本不会晚点 不像以前还到一个站 大家都上也飞进下也飞进 没什么人啊 感觉还是到韶关东站 那韶关站啊 什么站 是高铁站 这个站就是小站 小站